你们这就金服一服啊 说了多少遍了 绿毛鸡绿毛鸡你会不会演 大号我这也没演过绿毛鸡 我说你会演你就会演 他妈一跑龙泡的 我让你演什么你就演什么 你要是说我演个好 立马呵呵过大 咋了干嘛不是准办 咋的这是我一定会好演 三二一开始 你们这就金服一服 明哥他骂我 来人给我打 卡卡卡卡 会不会挨打 你抱什么头 别耽误进度了 等会我还要和明哥去酒店呢 导演这群演行不行 不行换人听不听见 导演别换人 那这一定行别换人 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啊 当我进度巴了你皮 快点来 转过门准办 啊 三二一开始 来人给我打 啊 上 知道吗 是他什么货色呀 你配跟我们一样 你怎么知道老是什么 啊老是这部戏的导演 看跟我大不想掉的 我一句话 就 点窝露都没有 老子给你戴帽子 是你的荣幸 老是这部戏的 老是 就这么对我 为了让你开心 我沈知姐有我四处找门路 就爷爷告带来让你去实习 你就这么实习的 那因为你是个废物 你求来的事情 在王岛这里 就是一句话的事 王岛答应我了 这部戏过后呢 就让我出道了 你一个臭跑龙套的 你一个月三千的工资 这辈子你在洛城 你买不了一个厕所呀 你总不能阻止我 这下更美好的收口吧 什么像本的呀 就赶紧给我滚蛋 你一个臭跑龙套的 你拿什么合卧币啊 哼哼 从现在开始 你 被开除了 行 开除我可以 把我这几个月骗出钱 想要钱是吧 好啊 你不要钱吗 这些钱啊 又当 是老子玩你女人赏钱 哈哈哈哈 换衣服 像你这种底层的跑龙套啊 就是这几个破词 走 突然 撑飞 为什么总是这么不公平 他 我们 没想到 受到如此 還能依舊保持初心做良善 這樣這樣 我就幫幫你吧 先生先生 您沒事吧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趕時間不小心那你撞了 我看你也挺嚴重的 要不我送你去醫院吧 毕竟 咱們胖胖馬上就要開始了 再不過去 是要付給予費的 算了 沒事 但是換一個人 可能就沒那麼好心 那多謝了 來拿拿抓給你 這有一毛錢你先拿著 算是我對你的補償 一毛錢 你侮辱誰呢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 一毛錢還先少 你知道現在房價多少錢了 看你這樣就是個胖子 比這種人物見多了 運姐我還不圓了 先生 你想少是嗎 就這樣 給你一塊 我包裡也就這麼多了 幾塊錢 我還不至於這麼沒鼓起 運姐 這可是咱們一天的套費 你就這麼給他了 建議你去洗洗眼睛 別看什麼都是髒 你 運姐 他這個人怎麼這樣啊 背個破爛包 還看不上整整一塊錢 真以為自己是世界首富 這樣還挺有意思 這些錢拿著也不是事 還是先找個銀花存起來吧 算上之前的 估計也有四萬塊 感謝先生選擇金星銀行 祝金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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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兒 我們這裡是貴族私人銀行 不是你這種土包 怎麼能進來的 你是來存錢的 什麼 你來存錢的 什麼 就你這兜裡 能有一分錢嗎 保安 保安 這個你包子 趕來我們金星銀行導賀 你把他給我趕出去 小子 趕來金星銀行撞大眼 也不會看看自己穿的什麼窮樣子 趕緊說我不服 趕緊出去 必操作我們的地板 我不是來搗亂的 我真的是來存錢的 就你還存錢 你看這樣 我什麼大人 等會兒 住手 這 好多一元錢 好多一元錢 這夾起來得我幾十了吧 好多一元錢 快把 拉起點錢 所有對我注意 所有對我注意 也好你出現了一筆大額 來的不明的資金 馬上公司所有出路 進去所有人入內 剛才都有冒犯 還請您進量 我就說了我有錢了嗎 不過 不就是一些一元錢 你不至於就行 這樣 先生 還麻煩您 一步我們的貴賓室 我們呀 將對面進行 私人之尊母 這邊 村長 剛有個人拿了幾十個億元 硬幣來空前 現在正在貴賓室候著呢 我嗎 幾十 怎麼會是假錢吧 走快跟我回去看看啊 哎先生你好 您 您歸相 我姓您 啊 林先生你好 啊 在為您服務之前呢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金星銀行行長 我姓王 我需要呢 檢驗一下您資金的真偉性 啊 不知道您能否將您的元硬幣 交易我 檢驗一下真偉呢 不是 不就一塊錢嗎 也要查現真偉的嗎 啊 非常抱歉啊 先生 呃 這是銀行的規定啊 請您見諒 竟然都是真的 這些錢 購買幾十道房子了吧 先生 檢驗完畢 您確定要將這些錢 全部都存起來嗎 您幫我們銀行交付以最快的速度 為你進行辦理啊 等一下 啊您還有什麼 哎 對 這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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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啊啊 不就是一些一塊錢嗎 有必要那麼驚訝嗎 啊 別急我學過急救 啊 啊 啊 哎 像我還不錯 先生 您確定 要把這些錢 全部都存到我們一包嗎 是啊 啊 不就喜歡過您呢 不是一塊錢嗎 啊 合眼去把銀行所有控制的職員 全部都交過來清點 速度一定要快 不能讓林先生能太幼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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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著急啊 我我我 我就不著急啊 不愧是貴族銀行 服務就是高端 廟行 也會在這兒 來 重心 非常對 不愧是十分 哄 媽呢 她怎麼來不了啊 那沒時間呢 那 還說沒時間 那分明的就是騙你嗎 就你兒子呢拉里拉他的樣 還有明星能看上他 兒子 你別聽你大伯母下說啊 媽相信你 媽 你放心 我一定把你的明星兒媳婦 跟你代表了 可是 到底哪找明星兒媳婦 林先生你可以找一個演員 來假裝你的女 對呀 我可以找一個演員 不過我哪有前妻 林先生您說笑了 如果您要是沒有錢 恐怕這個世界上 誰也不該說自己有錢了 以您的資產 就算找一個真的女明星做你的女朋友 那都是九牛一毛 我正好認識天美娛樂的孫老闆 如果您不嫌麻煩 陪我去看看 我的錢費存好 哎呀 沒事 林先生 您可以先去 然後呢我們這邊清潔完畢 然後我會把超級黑糖給您送過去 真是毫無人性啊 林然 你這個臭套爐套爐真是精魂不散 怎麼著 上次挨打還沒夠是不是 林然 你不會是來找我復合的吧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了 你個臭套絲怎麼能配得上我呢 你不要在死體蠻人纏住我了 找你復合 就你也配 這種破鞋誰要誰要 哎 林然 你把話都說出爭 你說誰是破鞋呢 知道 我還要去找演員呢 等一下 找演員 你也配 睜開那狗眼看一看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的演員 連我都請不提幾個 你算什麼東西 你連一毛錢都沒有 你來這裡面找演員 好啊 把這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給我趕出去 快啊 放開我 快我真的是在找演員都會有錢 放開我 放給他 好啊 這個地方的名氣啊 一天最便宜的要一塊錢 只要你能拿出來一塊錢 我就讓你進去 不然啊 你就要從我的褲襠底下 彎過去 就一塊錢 我找找 哈哈哈 林然 我勸你還是乖乖的 往我腦的褲襠裡鑽下去吧 你要只有一塊錢啊 那母豬都能上售了 哈哈哈 你幹什麼 百元俱超 好你個林然啊 你居然學會製造假幣了 你知道製造假幣要看多少年嗎 我沒有偽造假幣 這是真錢啊 本以為你只是沒錢而已 沒想到你還挺能裝逼的 我這麼大導演 我的資產都沒有一百元 你個臭跑龍套 給你哪兒都不來的一百元 沒錢就沒錢 你裝什麼逼啊 我勸你啊 還是乖乖的從王導的褲褲褲裡鑽下去吧 沒準王導這一高興 就不舉報你偽造假幣了呢 好啊 把這個肺部給我摁下來 鑽褲褲褲 只要你乖乖的鑽褲褲 我就讓你安然的出去 不然啊 你只能爬出去了 這錢是真是假 你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真是不見黃河不死心了 既然這樣啊 那我就查一下真假 讓你心甘情願的鑽褲褲褲啊 竟然是真的 不可能 他一個臭小子怎麼可能有這麼多錢 一定要叫他偷的啊 好啊 你吃的雄心豹子膽是不是哎 敢偷錢 偷這麼多 你這個毛子都穿了 這兒是哪兒不知道嗎 吵吵鬧鬧能合體 王導 你怎麼過來了 呦孫老闆 我今天啊 過來挑幾個演員 啊 這王航長說的那個大人物 就是你啊 哎 沒想到 你跟王航長的關係還這麼好 啊 那是 那是 我跟王航長呢 我跟王航長的確是 關心 王航長啊 特意主步啊 說一定要照顧好您 您放心啊 今天我一定 好滿意 啊 好說 好說 呃 你們天安美娛樂貸款那個事啊 我回去跟王航長好好說一說 那是 這我一句話的事 那就多謝 王航了 哎喂 我這是王航長介紹過來的 你閉嘴 我看看自己幾件幾兩 說你實話的份 這位是 他呀 他是以前我劇組的一個跑龍號 一個沒錢的瓊吊子 今天偷了一百塊來天美娛樂找演員 我正準備叫醒叫 年輕人 我跟你說啊 這天美娛樂啊 他可不是你撒野的地 你這還冒充和王航長 那這事就严重了 我勸你啊 我講 我真是王航長介紹過來的 你閉嘴 你個臭屌司你還能認識王航長 只有像王航這樣的大導演 才能跟王航長相親並論呢 你算了什麼東西啊 就你啊 連給王航長提鞋都不配 孫老闆 你要是不信的話 你給王航長打個電話 確認一下不就知道了 那個 王航長事務繁忙 他這電話是你想打不打的 還是打電話確認一下吧 孫經理 這個臭屌司說的話你也信 還是說 你壓根就不相信我 你們天美娛樂這個貸款 我跟他這個想要了吧 那不不不 王航長 我絕對沒那意思啊 沒那意思 我怎麼敢懷疑您呢 王航長 你真厲害 那個臭屌司 連你跟小子托都不如呢 那是 在洛城哪個大人我不認識 就在昨天啊 我還跟王航長一起吃飯 在這個酒桌上 王航長還跟我撐雄鬧地呢 哦 你跟王航長吃過飯 我怎麼不知道 我跟王航長認不認識 你修了知道嗎 不認識我 我一天見的人多了 不是什麼阿謀阿狗 你值得讓我敬過 你竟然連我都不認識 還敢多跟我一起吃過飯 你怎麼會不會有 你怎麼會有誰啊 我怎麼就是王航長 林先生 這是你的超級黑卡 什麼超級黑卡 就是那個存款三千以上才有的 超級黑卡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就是一個臭屌司 怎麼可能會有超級黑卡 林玉然 一個蠢屌司居然學會找龍炮了 這些人 你沒少花錢吧 誰的狗在這亂飛呢 鑽住他 你 你說誰是狗呢 哎臭娘們 侮辱林先生 你還敢侮辱王航長 鄧老闆 林先生是我行的貴子 如果他今天不高興 你騙我行的貸款 就抓你還回來了 拜拜 林先生 是我永遠無辱啊 聽信了這兩個小人的禪言 姓王的 帶著你女人 給我滾 從今以後 天美娛樂大門 不允許你們的踏進半步 並且我又聯合其他所有公司 對你們進行全面封殺 周董燕 以後就別笑了 蘇老闆 蘇老闆 您不能封殺我呀 我還有家老小要養 蘇老闆 你封殺我就全完了 林先生 我不敢跟你搶女人 你就放過我吧 黃老 黃老闆 現在在 比起你現在我更喜歡你結傲不驅 黃老闆 你幹什麼呢 你點一個球角絲下怪 他就是瘋的 閉嘴 臭飄子 你給我跪下 我來看 林先生 您看怎麼辦 據我所知 王導這些年 沒少請規則女演員 該好好查查 啊好 我這就安排手下 去送去證據 並且我保證 以後任何公司 都不會路用他們兩個 蘇老闆 不要我蘇老闆 蘇老闆 蘇老闆 把他倆都拖出去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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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我幹什麼呀 一、二、三、三、四、三、四、四、五、三、四 啥 吳老闆 我就探訟 你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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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 我 你也好嗎 woods 琴 这边贵宾室进 啊这个冲冲 老子因为你要被封杀了 林依然你配 林依然你个帮八蛋 你不可能了没有钱的 我一定要拆穿你 不知道林先生对明星 有什么需求啊 呃 我想找个女明星来扮演我的女 那林先生 您打算 出多少钱啊 十八线明星一千以内应该够用了吧 先说个一百试探一下 一块钱一百 一百块 隔壁说 我召集公司所有的女明星 供林先生挑选 一线女星那不是要好几百万 我一共才四万块钱 哎等一下 我不要一线明星 一千块钱的就行 什么 一千块钱 六六平时快 给我召集公司所有的天后来 公林先生仔细挑选 天后级别 那么的一千万 他们公司不是想宰我吧 哎哎您先生 您坐等就行了 叫人的事 让他们底级的人做就行了 怎么样 林先生 怎么办 这钱我可付不起了 嗯 这林先生都不满意啊 梁秘书去 给林先生换一瓶 再换 我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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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終於結束了哼想宰我沒門 孫老闆 既然沒有人信我本身宰 既然林先生都看不上眼 那今天就這樣 日後有用得著我孫某的地方 林先生孫某一定 全力一副一骨子 是你 你好我叫林嫩 又欠姐了 你好我叫上光鈺 你的傷沒大案了嗎 已經沒大案了 沒想到你竟然是個演員 你不認識我家雲姐 不認識我之前沒了解過這一關 那你是幾星演員 你長這麼漂亮一定非常紅吧 准确来说我几线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 那肯定是十八线 应该没那么贵 真的吗 那你能不能抱我吗 抱我一天女朋友 不可能 真是吃了雄心抱死胆了 韵杰怎么可能给你当女朋友 我们家韵杰可是超级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助理被我关坏了 明星人见谅 看来他是真的不认识我 只是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要找一个明星当女朋友呢 今天是我爷爷八十大寿 亲戚的都会来 我妈她性格又太软弱了 经常被亲戚的亲父 所以 我想找个明星女朋友 代表就跟我妈张张脸 你还挺孝顺的 行我答应你了 韵杰 不能答应她 万一被狗仔拍到了 对你受影响的 你已经定了 我们家韵杰心善 不过我可没有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敢对我们家韵杰 有备分之想 我发誓我一定不随便护照我来 好那你等我换件衣服一会去上了 一会见 你这脸怎么弄的 妈 我不小心 再去做客 什么碰的呀 这一看不就是为别人打的吗 哎呀林燃 你都多大个人了在外边还惹事 真没出息 林燃这孩子从小就不让你手机 没想到长大了还是这样子 妍儿 你跟妈说实话 到底怎么弄的 哎呦妈 真的是不小心碰的 我先给爷爷出手啊 爷爷 孙儿祝您福祉东海 寿比南山 哼 下你吧 孙儿林萧祝爷爷青山不老 松鹤长春 爷爷 我知道你喜欢古画 我特意为您逃来了无道子的身 价值 兩毛錢 兩毛錢 離笑著孩子真不錯 快速 也好久沒看到 乾淨啊 過來 讓爺爺看看 就兩毛錢得死了什麼 妍然啊 我說你啊 天天跑龍號 天天挨打 我說不了幾個錢 讓大堂哥 幫你介紹這個工作 他現在呀 可是一家娛樂公司的景點 我現在 可是在天北娛樂上 落成最大的娛樂公司 聽說最近去一個寶安 林若 這個不比跑龍套挨打著強弱了 嗯那麼好的工作你還是自己 林若 我說你啊 開嘴硬乾保安他慢慢不丟人 你隨便呢描描尾吧 風扇還會賞你兩口飯吃呢 哈哈哈 要不讓你別看他們去代表格陸啊 媽 就他們家 那就是什麼工具 我說你這孩子 別不識好歹 李大堂哥也是為了你好 你老大不小了 但那個跑龍套也掙不了幾個錢 就跟那個要飯似的 大衛姑娘會看說你 我兒子林霄的女朋友啊 可是個大經理 前段時間呢 他給他買了一輛車 叫什麼啊 叫寶來 媽什麼寶來呀 寶馬啊 也不是什麼很貴的車 不過 像林燃這種人的話 可能一輩子都買不起吧 你吃了軟飯 有什麼值得炫耀的 你 林燃 我聽你媽說 你的女朋友是一位演員 你要是有能的 你趕緊叫來 讓大家看看唄 哈哈 是啊 這現實中啊 我還沒見過演員長上面呢 叫就叫 他已經在路上了 一會就到了 我可告訴你吧 我女朋友是個大女生 特漂亮啊 林燃 你可真是啄夢有上術 全靠一張嘴呀 你是真弄脆呀啊 你這一個月三離錢的公司 哪有女明星 能看得上你呀 你看一會就到了 你這一個年紀總比 幸不幸有呢 好 李燃哥 我也算是半個娛樂圈的人了 你告訴我 你女朋友叫什麼名字 我看我認不認識 小尚光燕 上官 哈哈哈哈 你编的人名 也不编得相樣眼的 上官燕 可是天美娛樂超一些明星 他怎么可能是你女朋友 你不知道 爷爷 最讨论说话的还言 什么 你说上官运他是超一线明星 我竟然请了超一线明星 来冒充我的女朋友 这林然一看就是说谎的 上官运是超一线女明星都不知道 还说是自己的女朋友 这林然不仅混得不好 所以没有一句实话 爷爷 我看林然这么喜欢说谎 在这只会丢您的人 不如赶紧把他赶出去就算了 林小 你少许可 你 这上官运真的是我女朋友 我没骗你 林然 你就别狡辩了 你就是个角色跑龙套的 怎么可能认识上官运这种大明星呢 小哥 你就在天美娱乐工作 你肯定认识的吧 那是当然了 我不仅认识他 我还和他很熟悉呢 你能帮我我要一张签名吗 我姑娘可喜欢他了 别说一张签名了 就算是我把他叫来跟你们合照都行啊 不愧是我的好外孙 不是让林然之后 一无是处 哎 爷爷 我现在就赶紧把那个毒瘦死车看出去 爸 我相信林然 他没说谎 老二媳妇 你带林然离开吧 以后也不要来给我住寿了 爷爷 我真的没骗你 伤官真是我女朋友 他马上就来给您住寿了 出去 你给我出去 妹妹 你看你儿子把爸气了 你们赶紧走吧 别在这害眼了 儿子 好我能重新去吗 大家好 上门 上门院怎么会来这里 真是林然的女朋友 林小和真是别公司 你谁要把他就冲着林小来的 上官爷 这个大明星都来给林爷爷和祝林 其实 是表哥的面子居然这么大 这上官月 难道真是为我而来的 不知道上官小姐到来 所谓何事 月儿是来给林爷爷祝寿的 祝林爷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客气了 我听我孙儿提起过 能认识林这样的大明星 我是非常的老天 林爷爷过奖了 是您养的优秀的喜欢 孙儿确实是我们林亚的骄傲 见过上官云小姐 您能来给我爷爷喝瘦 在下感激不尽吗 你是谁啊 我叫林骁 是天美娱乐公司的商务部 林骁 你跟林骁是什么关系 我是林燃的堂哥 上官月小姐 您这也知道林燃 是不是这个废物 我哪里得罪 你来了 林燃 你这个臭跑龙套的赶紧滚去 脏了上官小姐的眼 你单待得起吗 就是 林燃上官小姐 可是我家林骁请来的对客 就你这个癞蛤蟆 还能站上边吗 把贵客上门 这小的一点理数也没有 林燃 这没有你说话的事 是我闭嘴 上官小姐 我这就让这个废物滚出去 还行 见了 哎 他们都不说良心 你自己推动 他这么做 我这个人让你推动 他不够 我很想 wirken 你自己推动 这些车子 可以推动 他不够 然后是给你 我自己推动 就可以推动 我自己推动 他不够 你怎么回事 就该推动 你自己推动 他デュオ 那我自己推动 林燃就是個小紅套的 除了騙人又是說 林燃 行啊騙人都騙到上官小姐頭上了 林肖你說話能不能動動腦子這麼主 你要是不信 你問他我 我跟林燃在一起是我自願的 還有我跟誰在一起 和各位無關吧 哦對 剛剛你說你是天美娛樂商務部的 我怎麼從來沒見過你 哦我啊 啊 那個我們商務部的人比較多 您可能不記得是嗎 不可能 你不是我們公司人 該不會 那幅山巨圖也是假的 無稻子的山巨圖啊嗯 我記得不是在洛城首富無家嗎 怎麼在你的首 小兒 難道你說的都是騙人的 爺爺你聽我解釋 太讓我失望了 不是爺爺你給我滾出去 啊 没想到你竟然是一线大明星 我还以为你就是个十八件小明星呢 哎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也没问我呀 那 国官怎么说 谢谢你今天的帮忙 算我欠你个人情 没事正好呢我也有事想找你帮忙 好 只要你说我一定做到 明天有个慈善晚会 有个特别烦恼的家伙 长了我好久 要不你去当一下不花使者 我们两人就两亲了 好 定不负上官小姐所托 哎跟着咱们 行什么玩意就敢往里见啊 我们腾龙酒店 是整个落成最大的西医生酒店 能进去的呢 那不是有钱有事 求你也想往里见 怎样才算有钱人 那怎么也得有三十块了 厂长 才三十 三十 你身上 我连三毛都没有吧 不让进就不让进呗 骆驾人干什么 哎 我凌人就算债不借 我也不可能三十块就没有 还在这亏呢 你赶紧说 能拉低了我们的帮 有人请我来 我就 就你 你啊 全身上下 零点意义都没有的废物 还能有人请你 说大话也不怕少个石头头 像你这种人老子见多了 总想着潘飞一些有钱人来走前进 等一下 你是上个运吗 那个 能给我签个名吗 我可喜欢你了 谢谢 谢谢 这位星星是我朋友 我油眼不是泰山 我可以看那个二维快请进 好吧 我告诉你啊 给我把这看 这个就花一千块钱好来 一千块开什么玩笑啊 这一千块 总能把这酒店呢 有钱人的生活 真是奢华 哎 那是什么 啊 那些都是这次拍卖会的拍卖品 每一样都是真品啊 走啊过去看看好 哎 就这花瓶破成这样也敢卖十块钱 这我家吃饭的碗子比较完整 这东西 你好意思拿出来拍卖 别乱碰 这东西都有年头了 大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 有钱人真是伪善 我还以为这个慈善拍卖会有多高端呢 没想到拍卖的东西全是不值钱的破烂 哎 林燃你看这预配好好看 这十五块 一个十五块钱的破东西 值得这么多人观看 谁要叫你建设 这不是绿毛龟吗 哎我说这里的安保怎么回事啊 这随随便便跑龙套的都能溜进来 林燃不是溜进来的 它是我带进来的 原来是孕儿小姐啊 那我知道了 你是这里打杂的下手 是不是 那我就当给孕儿小姐一个面子 让你留在这里 端个茶倒个水 你认识啊 看着孕儿小姐啊 像这种土包子就别让他见 大呼小叫的 有损女巨星的形象徐先生 请你太多放心上一遍 一个下等人 孕儿小姐不说这个 宴会结束之后 没有时间一起吃个饭 顺便 增加一下感情 你学长 你放进去弄一点 别推脱啊 我之前跟你说的提议 也记得 跟我说一次 给你试快一下 你放开放手放开干嘛呢你 妈的我跟月人说话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谁说跟我没关系 月儿是我女朋友 请你离婚离 什么 你说你是月人难逃呢 月儿 她说的是真的吗 没错 林烟是我男朋友 月儿 你瞧不上我 就算了 没必要拿一个臭跑龙套的 来当场面 谢谢相信了吗 可以利用元鸟吗 月儿 你看她那穷酸样 她能跟你使用 而我 和你一样都是超一线东西 咱们俩才能能当不必 这个臭跑龙套的 连给我铁鞋都不配 我就是喜欢她 徐少 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 听到没有 我女朋友不喜欢月儿 喜欢装饰吧 小子 你跑龙套一天有多少钱 我给你十倍 你给我离开运 这里是一毛钱 我给你十倍 百倍都绰绰有余 赶紧给我滚开 什么意思啊 一毛钱 徐少 侮辱人有你这样侮辱的吗 我的工资少说一天也有一百 我忙 你一天多少 一百块钱一天 有什么问题啊 你吹什么牛逼啊 一天一百块 你再火星跑龙套呢 你是不是老子弄死你啊 注意安静一下啊 拍卖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林阮事吧 你给我等 拍卖会之后 看谁配的项目 各位 我们今天拍卖的拍品 是这件 凤心翡翠玉佩 王菲的饰品 古代身份的象征 现在开始拍卖 起拍价 十五元 好好看 你想要吗 当然想要 如果你看今天来这么多人 我就带了三十块钱 我一定有这么多人 你想要的话 我每次来送你 十五块钱呢 今天我以为 还是别购费了啊 不就是十五块钱吗 也不贵 真是吹牛逼不打草稿 我看你的东西 你也不敢 我一不就告诉你 什么叫真正的 我出二十 这个玉佩我要了 这位先生出家二十 还有没有更高的 徐明是大明星 肯定比我有钱 但为了伤官小钱 气质上不能输 我出一百 天哪 这位先生 出家到一百 他的林人 你相比重 你还能听懂吗 我没带那么多钱 你以为要是被人发现 累计 但是我们就死定了 没事 放心 林人啊 你个臭好龙炮的 在这跟我讲 你胡说的 这拍卖会 不就是见好者 你想要就自己加价啊 叔叔 我怀疑这小子在这走过 先生 您确定出价到一百元吗 先生 您确定出价到一百元吗 糟糕 难道是因为我出价太低了 我就说嘛 这慈善拍卖会的核心拍品 怎么可能就值几十块钱 不好意思啊 我这第一次参加拍卖会 不懂规矩 我出了五百 怎么了 是不够是吗 不够我在家 什么 五百 我当拍卖事业有小二十年的 头一次碰到这么家价的 原来 原来 你还不成 你还不成 才五百块钱 放心 这点小钱我还能拿得出来 哎呀 你不测 你见过一百块钱是怎么样 你信不信今天 我让你爬就出去 你想干什么呀 什么呀 林燃他这个群 恶意承价格务 他就该咋 恶意出价 哎 就这点小钱 我有必要恶意出价吗 不就五百块钱吗 林燃 你就是一个臭 不靠 你见过一分钱 想什么样 别说我一百 你怕这一百块钱都没见过 主持人 这个人 扰了会场秩序 把他腿打断 都跟出去 等一下 怎么一下 怎么一下 住什么事了 张经理 这里有个臭婆 他我偷偷溜进 还恶意加价 十五块钱预配 他喊价不用了 帮女人教训他 您好先生 虽说排卖会有规定 出价上午风比 但是 你刚才的行为 确实有涉嫌 恶意竞叹嫌疑 需要配合我们的进行验资 否则将会被视为 恶意竞叹 就这么点钱 还要验资 拿去 这是 金星银行的超级黑卡 林燃竟然这么有钱 什么 不可能 他一个臭跑龙套的 怎么可能有超级黑卡 假的 一定是假的 这确定是 金星银行的超级黑卡 我们派卖会 最大的赞助商 就是金星银行 我是不可能看错的 什么 不信的话 你们直接拿去刷卡 你就知道了 好 此卡未激活 什么 啊 给头懒啊 抓紧把林先生们钱入库啊 方长 你不是说你还没老朋友睡了 赶紧换新的啊 千万不能耽误林先生需要啊 你们先看到他正在使用 可是他的钱还没有录过完毕 银行卡还被激活啊 啊 糟了 这你们继续入库 一会我亲自把出管门给连天送去 好 我再试一次 此卡未激活 月儿 你看清楚 他这个乡巴龙 就是个只被骗人的废物而言 敢跟我交进 你怎么完了 许少 我很抱歉 没想到在我们会上 竟然发生这种事情 这个混蛋的东西 他弄去作假 冒犯了您 你看 应该怎么处理 那就 把这衣服扒光 扔在大街上去凑 哎 不不 我的卡真的有钱 你让我再试一次 你让这什么事啊 穷逼就是穷逼 在这装什么大衣人 来人 把他扔在大街上给我跳过去 别 别人他不是有意的 钱我可以给你们错 月儿 他才是恶意抬价 谁也救 来人抬索 老公住手 放开 王航长 您怎么来了 我们正好抓到了一个伪造超级黑卡 乐意竞派的熊小子 张经理 你的能力 真是强啊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给我闯嘴 对 谈得很大大 一个臭跑龙套的 还敢叫战魂版 活该 王航长 你打错人了 你也打他 没打错 打的 就是你狗眼无珠之人 林先生 那可是我行的贵客 不对王航长 他这卡是假的 刷都刷不出来 来 睁大你们的狗眼 好好看看 一百元 一百元 这些存款账目 这些都是一百元一元 都是林先生的存款账 因为金额巨大 所以还被入库成功 这才导致银行卡被激活 林安到底有多少钱呀 这些存款搭上钱得有上万了吧 张经理 明天早上 我希望看到你的离职报告 不行了 哈长我伤了 嚇一想 我不会实施这份工作的 黄安 我拉你 哈长我求求你 哈长不能害羞我 哈长 王航长我还是说 慢着 刚才是谁说要当众八王 你赶紧 你赶紧 你敢打我 我是明星 明星又怎么呀 得罪了林先生 这就是下场 把他给我扒光了 扔切扔切 不是别别别别别别 哈哈哈哈哈哈 来给我留他那裤 来给我留他那裤 哎呀 我 哎呀 哎呀 仍然弟弟 我可以今晚成功一套 一人不踩 這場宴會呢 這是我行去辦 如果弟弟有什麼喜歡的東西 我可以做出 送給你 我們剛才 看上那塊玉佩了 不過我已經拍下了 既然是慈善活動 那我也盡自己的一點綿波之力 五百塊 我好像找你別時間收 弟弟 這枚玉佩呢 市場估價 剛五十塊錢 我怎麼敢收您五百塊呢 如果弟弟真是喜歡的話 那你就按 五元價給他吧 那就 去成功了 哈哈 沒問題 一會我讓人包好了 給你送過去 走你先跟我休息休息 這玉佩 你留著吧 不行啊 太貴重了我不能收 這本來就是買給你的 就當是 有情侶演戲的話場 我們早就兩親了 這個你還是自己是吧 這本來也是王航長送的 你要不要 我可真了 你瘋了明亮 那麼貴重的東西 他怎麼可能 來來來來 明亮 在我手上 就臉了 不過 你要是再不收下 我可真是 好 我收 那我先幫你保管著 以後你要是想要的話 我再還給你 好 明亮 你想到 你還真是個有錢人嗎 我哪是什麼有錢人 我就是一個 普普通通的打工人 天美娛樂現在風雨飄搖 明亮他不僅有錢 人還低調 而且人品也不差 讓他來做天美娛樂的投資人 是眼下最好的選擇 你明天有時間嗎 我想請你吃個飯 還想跟你聊點事 有啊 你找我都有空 好 那明天龍門大酒店等你 好 好 我也是 晚安 好 這哪是什麼同學會 不就是吹噓大會和公衛大會啊 不好意思 我沒有時間不去了 我沒有時間不去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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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吃飯了 沈關運 你怎麼在這兒 我們都結婚了 我不在這兒在哪兒 結婚 我不信了 除非 你讓我親一下 你來自我 快點兒 還要好 該幹嗎 你 你 你這臭小子 你這到幾點了還不起床 你不要再做猛虎 糟了我要遲到了嗎 你看這孩子 哎林冉你也來參加同學聚會啊 喲 昨天不是不來嗎 今天屁點屁點的跟來了 來吃飯了 王輝都是同學 說話別這麼耐心 說話別這麼耐心 你誤會了我不是來參加同學聚會了 有人邀請我我來吃飯 邀請你 還邀請你 你一個月就三零錢的工資 在這吃飯還邀請你 做夢呢 好了王輝都是同學 對了林冉和我一起進去吧 正好好久沒見了 我真不是來參加同學聚會了 哎 你是不是裝上一些股子啊 啊來哥帶你進進室來 林冉 別拒絕了 就當陪我了好吧 都是老公學走吧 你現在的收入是多少啊 不多 一年也就一塊錢了 一塊錢這麼多啊 江上你也太厲害了 我一個月才賺五零錢 哎明哥 你那麼厲害 你帶帶我呗 好說 哎我聽說 你最近剛和林冉分手嗎 哎 我早就說了 那種酒子配不上 哎呀 今天同學聚會 提那個費用幹嘛來了 哎 給大家帶了個好玩的東西 林冉 是你的 是 聽說你和和平分手啊 你不會來附和的吧 你這個廢物來做什麼 不愧是你啊 哎這麼快又幫上一個新的元大頭 林冉啊 你可真沒出息啊 只有沒用的男人 才會把氣撒在女人身上 我都已經習慣了 以前我和林冉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是這麼罪我的 林冉 有這麼好的女人都不知道珍惜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哼 這女人我還真幼稚 哎兄弟 我勸你也離她遠一點 不然哪天 樓上做了點東西 什麼東西啊 你 好了好了 大家同學一場 和諧一下吧 大哥 又來了 人都放心了 請坐了 大家聽我說啊 今天呢 首先我們要感謝江少舉辦的這個聚會 其次呢 我們就是要恭祝江少 移生為天美娛樂的經理 天美娛樂 是大明星上閨運那個公司嗎 江少民這兒飛黃騰拿了呀 江少您以後可別忘了我們去吧 客氣了各位同學 為表慶祝 我特意給大家準備了一批上火 服務員 把我這件訂的路易十三拿上來 這就是路易十三 這酒帶要五分前一瓶了吧 五分前一瓶 五分前一瓶 這 這都趕上我半年工資了 平時都喝這個 喝別的酒拉嗓子 嗯 江少 不會是五分前一瓶的好酒 太蠢厚了 這我喝完我都感覺我靈魂出竅了 不算是一瓶嗎 不算是一瓶嗎 不錯不錯 別說是喝上一口了 就是吻上一下 都覺得自己的未來變得高級了呢 此酒今天上有 人間難得酒一場 不算是一瓶 你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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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 哎 你個土包子 什麼沒喝過這麼好的酒啊 哭了幹嘛呀 唉 我說你們這些人都什麼口 這酒喝得就跟色的跟葡萄皮一樣 還有股爛木頭味 是人喝的嗎 林若 这里的每一瓶酒都是高端产品 你竟然说是葡萄皮 真是山豬吃不了细口 百米换坑就他这种废物啊 不配想多 冰冰还好你跟他分手了 不然以后你跟这个废物吃苦吧 喝五分钱一瓶的酒 这么便宜你们不会坏肚子吗 五分钱的酒你竟然说便宜 你怕这这一辈子 都没喝过那么好的酒吧 哎虽然你这么嫌弃 你就请我们喝更贵的酒啊 这里可是龙门大酒店呢 镇店质宝是罗曼康蒂啊 一块钱一瓶呢 你能买得起吗 啊 最贵的酒才一块钱 才 你好大的口气啊 最贵的酒才一块钱 才 你好大的口气啊 际然 毕业不到三年 你怎么这么能装呢 我装什么了 不就一块钱吗 你个穷屌丝 今天 你要是能把这一块钱一瓶的酒给我买了 我跪下来给你磕头 既然你倒死 你别怪我不念同学之强 服务员 把你们的镇件质宝罗曼康蒂拿回来 先生咱们这瓶酒需要先付款 现在给你拿 呃 你不是觉得一块钱是少吗 那你就付款啊 哎不是 你们一大帮人一块钱都没吗 哎 哎一块钱 杨老师 你掉盘还在呢 糟了 今天出门集光的钱包了 衣服掉盘都不摘 是不是为了穿过以后再退啊 你果然是个成吊丝 我就说嘛 他就一直在那装蒜 一到见真章的时候啊 他就立马弄馅儿 没有那金刚蒜 买什么瓷器活啊 你怎么这么能装逼啊 你当我们同学啊 我都觉得丢人 喂 林安 你到哪了 我跟孙老板已经在二楼的天资包厢等你了 我在龙门大酒店的一楼包厢 遇到同学了 我马上就去了 好 不好意思 我约了人 先走 林安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林安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我呀 就看他还是想装逼失败 想跑路啊 小明 你到底想怎么样 楼上的上官运在等着我 什么 上官运 林安 你不会是跟我分手之后 脑子坏掉了吧 就你这种臭屌丝 你上哪去认识上官运啊 疯狂吗 我知道何彬为什么要和你分手了 原来你不挺穷 而且还挺能说 就你这样的 还想认识上官运 你连给他舔鞋的机会都没有 这同学去会有工作参加 我高攀不起放我走 想走也可以 你不是说桌上的酒难喝吗 把酒全喝了 你可以走 不就是一杯酒 等等 喝这个 喝这个 你吃得太瘆了 小废话不喝是吧 看来你是不想走了 明哥 那不算了 嘴 豆腐 你替他喝了 我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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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想吃 我一边 既然你这么不想喝 那我就帮帮你 都干什么 然后给我住手 孙老板 孙老板 你什么样子 你是上官运 人家没有收获 刘先生也是女人得罪的 道歉 就算你是上官运又能死呢 上午道歉 不可能 这位 可是天美娱乐的经理 上官找起不仅是明星 而且是天美娱乐的补兜 路道歉 上官让你 对不起 你饶我一次吧 不是干我吧 丽娅 你看在同学的份上 饶我一次吧 同学 现在知道怎么 不是让我喝酒 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 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 你这个机会 行了滚吧 嗯 嗯 是誰這麼給你的勾搭啊 敢這麼羞辱林先生 從今天開始 給我過了一天美娛樂 公司不需要你這樣的住所 董事長我錯了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吧 是我眼下沒有認出林先生的身份 沒有認出林先生的身份 我有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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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你看 怎麼辦拖出去吧在這裏挺愛演的 好 啊 把這狗東西給我拖出去 董事長林先生我錯了 再給我一次機會吧 董事長 林宇軟 孫老闆今天多謝謝你了 要不然不是你的話我還不知道怎麼拖撐呢 林先生您不用這麼客氣 這些啊都是我應該做的 你怎麼來了 不是說好給你吃個飯和商量點事嗎 我們看你半天不下就來找你 我聽江明說你在和拖子人談事 太好了 一不來我們跟誰談 和我談 林燃真沒想到 孫老闆和上官小姐都是你的朋友 沈憶我記得你還沒找工作 我試試 我 算了 啊好這個我來幫忙 這樣明天你去公司面試 謝謝老闆 謝謝你啊 那我平常就去準備啊 我走了 嘿嘿 我乾君 你也沒事 孫老闆你找我什麼事 林先生 社會向門 我们天美娱乐呢 遇到了一些困难 四大家族的吴家 已经渗入到了公司董事会 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 那我们这天美娱乐 就要变成吴家的产业了 吴家 这个吴家和你没有固结吗 吴家的吴绍跟我有婚约 可是我不喜欢他 他就想用这种方式 逼我做饭 原来是这样 所以林先生 现在只有您能拯救上官小姐 也只有您能拯救我们天美娱团了 我 孙老板 你别挑战我了 你看我学生这一样 哪有钱人 投资民集团 谁是民集团 哎呀林先生 您就别开玩笑了 您都不算有钱人 那我们这整个江海市 哪还有有钱人呢 别开玩笑了孙老板 你说的那种有钱人 最低也几十亿身家吗 几十亿 林先生 您可别开玩笑 这世界首富马斯克 他才三万块存款啊 什么 世界首富才三万块 对呀 不会吧 难道说 孙老板 我问你现在市中心的房子多少钱一头 市中心房价大概十元一头 车子呢 豪车 兰博基尼多少钱 兰博基尼大概五元一样 没想到受到如此一步 还能依旧保持初心 做良善之 只要这样 我就帮帮你吧 怪不得银行行长对我那么热情 一百块钱能起一线明星 原来是世界物价品质了 而我免疫了 照这么说 我现在拥有的财富 岂不是超过了世界首富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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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提问 孙呢 你放心 人我在的话 你公司倒露 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咱们 这是什么 什么 你你 你 二 你 我 进来 这 我 你 这是 我 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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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董事徐先生 我家的 徐董 请您相信我 我以董事长的身份担保 林先生 绝对有实力帮助我们 董事长 抱歉啊 你现在不是 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金强啊 我来告诉你 这段时间公司的股价一直下跌 跟你这个董事长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我们董事会一致决定 撤掉你这个董事长的职务 由徐董担当 我会再领大家撤资 转头 你早就上来好了 刘总 我们可是做了十多年生意的伙伴 你现在要跟他一起 孙强 路都走到这儿了 我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 大家出来混东是赚钱的 既然他无限能带着我们赚钱 我们为什么要吊死在你这棵树上 公司赚钱的时候 你们一个个恨不得多要点股份 现在公司遇难了 你们就开始吃不关己是吗 真让人无心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我们怎么做 轮不到你这个小女娃娃来说教吧 别人小姐 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还不明白吗 你如果乖乖的跟吴绍在一起的话 天美娱乐也不会闹成现在的 你让他死了就条件吧 我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毁了这个公司 你要知道 你引以为傲的大名军选 很在吴绍面前 毅然 在他面前啊 只不过是宠幸你的时候 一点情绪吧 你什么你 要不是因为你我们也不会设施 你就是公司倒闭的罪贵货手 大家说 是不是啊 是啊 得罪了吴家 不撤资 难道等着跟公司破产呢 我们同意撤资 对 我也同意 撤资 撤资 哎 一群大老爷们 把所有的错误 押到一个女生身上 你们还要不要要这个 女生个什么狗东西 我们公司的事还轮不到你 在这指手画脚 你们不就是小撤资吗 孙总 让我们撤多少哭了我来 哈哈哈哈 哪来的毛头小子 在这里大烟不惭的 看你浑身上下穿的这些东西 有意离前吗 咱们公司的保安通通不想干了是吧 来人呢 我去找这个 把他们给我护出去 我看谁敢 刘总 明然是我们请过来的同志人 他可以帮你做过这些东西 长官小姐 尊强年纪大了 糊涂了 你也糊涂了 投资 他也骗了 小子 在座的每一个不是身价胜板 这里不是你该的病 赶你给我滚蛋 一个裙脚丝而已 才妄言说不上漏洞 你知道需要多少钱吗 至少一千块 把你全家卖掉都不够赔的 确须一千块钱而已 你怎么知道我 小伙子 我在洛城这么多年 身价百元以上的人 没有我不认识的 你算老几 我告诉你 整个洛城除了如今 没有人能拿出这么多钱 既然他要是装的话 那就让他装好了 把一千块拿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 不是我不想给你们看 我没带这么多钱 但是 我可以让银行转账 我看 我发现根本就没有 吧 喂 林先生 怎么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了 王校长 我现在需要你 把我的资金 往天美娱乐公司的账户上 转一千块钱 好的 林先生 你马上就去办 孙总 可以让他们撤资了 一千块钱 马上就能赚了 真是华天下之大鸡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银行行长吗 一句话就能让银行 给你转一千块 林安 一千块钱 不是开玩笑的 放心吧 我比你想象中的 更一千 小子 我今天把话给你撂了 你要是真能拿出一千块 我跪下给你撂鞋 那你可得好好去领处 孙总 我们公司账户多了一千块钱 什么 什么 不可能 他这种穷鸟丝是拿不出一千块的 许董 银行那边备注是林先生转来的 怎么样 现在行 就算你有一千块又能怎么样 这点钱在吴家面前啊 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天美娱乐是吴家看上的公司 敢跟吴家作对 吴家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们走 等等 是谁说要跪下来 给我铁鞋呢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我可是有吴家照的 想让我跪下给你铁鞋 你想都不要想 各位懂事 你们看像这种言而无信的人 你们放心跟他离去 说不定哪天他可就翻脸不认人了 我希望各位好好考虑一下 别到最后 因为一些银河想必 弄得血本不归 吴家在商场提的口碑 一向不怎么好 徐山这家伙也不可信 他那背后毕竟是吴家 我们也不好得罪 人人 别白费力气了 他们是不敢得罪吴家 你们只要留下来 我再给你们追加 一千块钱投资 你以为这样 他们就会跟着你走吗 你一个废物 就算有了注资 也只能是一个光杆思量 住口 怎么跟我们林董说话呢 刘东 你干什么 林董 小人刘东 愿问您 安前马后 瓦首是战 林董 小人刘东 愿问您 安前马后 瓦首是战 董事长 刘东 我们之前可是说好的 你现在反悔 不怕吴家报复吗 哦 有林董事长照着 谁愿意跟你 同流可污 我与罪恶 不共在天 刘东 你个小人 你要干什么 我这叫食食物 来人呢 把 把这个 饶了董事物自己的东西 给我伸出去 伸出去 你们干什么 林人 你给我等着 吴家动动手指 就会让你们万劫不复 好 那这让吴家过来 你给我等着 既然 各位选择了我 以前那事我们就既往不咎了 不过 不过以后还有此类事发生的 就别怪我发迷人 但是我灵然还是很好说话的 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随时来找 林先生 今天真是太感谢了 哎呀 死你客气了 你不用这么客气 从今天开始 林先生 你就是天美娱乐的新任董事长 林儿 今天谢谢你 没什么 你又不是没帮过我 嗯 你什么看着我做人 我两个人 我只是好奇 好奇 好奇什么 好奇你是你家财阀家族的子弟啊 谁 我家你又不是没去过 我妈你也见过 我怎么可能是 哪个家子财阀家族的子弟呢 那倒没事 总之今天谢谢你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 那不行 那你 哪有女孩子请吃饭的到 这段照顾 我可没有成立 那我不客气了 走 走 哎 你才可以啊 阳导 我有重要的事告诉你 你个臭表才敢才啊 要不是因为你 老婆会过得这么长 哎阳导 我知道林儿兰那个臭表丝 上次前在哪儿来的了 她发了上官运了 她上次的钱 就是上官运给她的 上官运 你决定 我亲眼看见的 上次上官运去参加 他的同学聚会 还帮他出头呢 林儿兰就是上官运 保养的小白两 我你要用你 恋恋不是 咱们 你 喂 你 担心 我跟你说 你 子 我 不 你 我 没有 呃这个 呃还有这个这个 都给我来一份好的这个 算了 整本菜单都给我来一份好的 哇姐能不能吃得完吗 反正有钱 吃了一份 吃不完打包带走 我现在也是有钱人 怎么说也要体验一下灰金如土的感觉 我都不知道兄弟浪费而节约了 这件衣服啊 龙道你看 林若 这个穷小子怎么敢来这吃啊 走我们过去看看 要哦林若 还真是你这个臭屌丝呀 河冰 怎么哪都有你 小子 别以为你傍上了富婆就能吃一辈子 然后 要是没有上官院 你就是街边的一堆臭狗屎而已 我也没有钱 和你们有关系 林若 就算你傍上了上官院 那也不是你的钱呀 你有什么好嚣张的 那你 为了傍大不择手 你有什么资格嘲笑我 穷了私一个 只会呈呈口舌之力 哎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敢来这吃饭 这里一道菜 怕是你个月工资都买不起 哟 王导 你来了 怎么不给我打听招呼啊 杨经理 你来的正好 这个臭乞丐吃霸王餐 刚好被我抓住他 你说 怎么处理他 王导 你认识他 就是一个跑龙套的臭屌丝啊 敢放他进来吃饭 你怎么敢的 我说的呢 怪不得一进来把我们的菜 点了个遍 还要打包袋头 原来是吃霸王餐的 我没吃霸王餐 我有钱 还敢的话狡辩 要不是王导在这 我差点就让你给骗了 来来来 把你给我 哎 臭小子 你也不看看你那个春酸样 我们地豪餐厅 是落成最顶尖的餐厅 哪个大人物瞎了眼呢 要请你吃饭呢 要是真有大人物请你吃饭 我把这种干脆干了 好 跟我这点 你给我 林燃啊 你个吃软饭的嘴还挺硬啊 臭小子 我在这块干了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大人物我没见过呀 今天的消费 4块钱你要是付不起 这些干脆 你给我吃了 林燃 你跑不了了 你还是乖乖的把这桶干脆啊 吃了吧 林燃 敢得罪我的下场 我就要你像滴狗一样 只能吃干脆 哈哈哈哈 王导人老大 怎么回事啊 刘董 嗯 王导 哟 刘董 来得正 我抓到了一个吃霸王餐的臭乞丐 真有叫醒 那王导打算怎么处理啊 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王八蛋 吃霸王餐也就算了 还敢顶撞我 我打算啊 让他把这桶干水 全辞了 哈哈哈 王导啊 您可是真会打算 전� 那个这个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姓刘的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敢对林先生不敬就该打 你也是上班运的人 什么叫我也是 我现在的公司都天业于林先生 林先生你没事吧 没事就是遇到几只疯狗 林先生对不起 让您在我的餐厅遭遇这种事 对不起 杨经理怎么回事 你觉得林先生不够资格在这吃饭吗 不是刘总 我不知道他是你以前的人呢 我要是知道 你就是给我一万个打吗 我也不敢呢 我给你工作 是让你管理餐厅的 不是让你败坏餐厅名声的 自己滚蛋 刘总 你看我上又老下又小 这个工作又是没了 我全家都得跟他喝西北风啊 行你就饶了我一次了 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啊 先生 对不起 刚才啊是我眼瞎了 你大人有大量 你就拿我当个屁放了 呀 现在知道求云啊 来 刚刚你姐奥胡逊的样子 接着嚣张 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 可我当真 来 刚才谁说来的 要是我能请你大 我这种干什么现在 是总是留呢 不在你面前 自己许 哎 行了 滚吧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赶紧快 这两个人吧 该怎么办 明白 来人呢 把这两个欺负贵客的混账东西 给我扔出去 快 哎 放他了 丽然 你别以为你盘上高枝就可以无法回天了 怎么上个运早来那天 有你后悔的时候 拉走拉走 放开我 别动他 别 李先生 你请坐 没事 那个 刘董事 这王浩你是不是 王浩这个人吧 人们是挺广的 黑白通吃 他在洛场这个地方 手饮通天 传说 他还经营着一些 地下见不得光的产业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你帮我调查一下他 这 林先生 我确实有朋友 可以帮您摸清他的底细 不过 我这朋友 价钱可不便宜 哎 没事 这价钱都好送 好的 林先生 你 你 忙完了吗 刚刚老师买电话说 让我去参加明天公司的新闻发布会 好 那我明天 就是你的司机肩保肖了 好 对 走 妈 用戏子而你 什么超级东西 这样的女人 老子在前面 没想到上官运那个贱人 居然把天哪个人都是个都收满了 一个上官运而已 不要扳倒了他 林然 就弄得不起来 老大 有个家伙欠了我们真正五毛的高利贷 也关不起 不过 他说他认识大明星上官运 把他带上了 带上了 带上了 你说 你这是上高月 是是大哥 我陶弟林然 是上高月 包我的小白脸 他有钱 他可以替我还钱 大哥 你是林然堂哥 是啊 我 我去 我去 门嘎 绕面门嘎 林然这个狗东西 三分两次害老子丢脸 我不找他 我找你 你说 你想不想换钱带我 想想 那你告诉我 林然是不是上官运的小白脸 是上官 上次我爷爷收担 林然 就带着他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林然这小子 走了什么狗水院 上官运的他们看着他 只要你答应帮我做一件事 你欠我们的高利贷 就不想 别怕你说 说说 明天是上官运的发布会 我要你上台 指控林然就是上官运的小白脸 然后上官运耍大牌 为了林然 可以随意开出眼光 怎么样 我 不想再打架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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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生您好四季禁止進入 我不是四季保鏢也不行 先生這是規定 這位先生是我朋友拿進來吧 好的上官運小姐 不好意思先生您請進 致電影 陳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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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人 我們又見面了 我說你們倆是狗 聞著味就來 怎麼到哪都能見到你們兩個這個噁心的東西 哎 你不就是個被抱養的小白臉嗎 有什麼好嚮嚷的 第一 我不是小白 第二 要說放大感沒人比得過你 你你哎 李人我看看一會兒啊 你看他笑聲多久 我們走 這兩個人看著來久不善了 沒事的月 冰來降咱水 他倆就是求貨的媽 過了 大家好 今天是天美娛樂公司 上關運小姐的新生發布會 接下來讓我們用掌聲 這裡有請上關運小姐上台 我先上台了 那你先選我再台下等你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上關運 今天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 上關運小姐 網傳你包養了一個小白臉 請問這件事是真的嗎 這位落城娛樂的記者 造謠不可取 說話要講正確 這件事情完全就是子虛烏有 你身為記者 更應該知道新聞要講正確 就真實性 這種網傳的問題就不要問了 下一位 造謠 你還真是扣了好大的帽子 既然你說上關小姐沒有抱養小白臉 那請問 她是誰 這位先生 你不是記者 我有權利拒絕回答你的問題 是不回答 還是不敢回答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 我們家運姐說了 不想回答 既然上關小姐不想回答 那我替你回答 她叫林燃 是上關小姐花人的小朋友 我說的對不對 這位先生 說話要講證據 如果你沒有證據的話 我最好就不出去了 證據嗎 我當然有 各位記者朋友 我這裡呀 有一些照片 感興趣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 上關玉小姐 麻煩你 對這支照片解釋一下吧 上關玉小姐 你不說話 難道是默認嗎 上關玉小姐 回答一下吧 請回答一下吧 回答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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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再放心吧 各位這麼多人欺負的小女神 我覺得很過分 林燃 你不是能裝啞巴嗎 怎麼不繼續裝了 林燃 終於上來了 對 她就是林燃 一個跑龍套的臭表絲啊 你們覺得 她配得上上關小姐嗎 原來是跑龍套的臭屌子啊 一定是用了什麼陰險的手段 才是上關玉和你們一起 一定是這樣 臭屌子滾下去 你配不上上關玉滾下去 滾下去滾下去滾下去 各位安靜一下聽我說 那我勇敢說 上關玉沒有包養 我們只是朋友 總不能因為吃頓飯 朋友之間就成了包養 身為技 不能開啓一張我們內容全靠編吧 林燃林燃 我看你跟林建觀才補掉淚 既然如此 再讓你編 看你一塊怎麼九遍 林萧 你来干什么 上官运在林家耍大牌 而且为了维护这个小白脸 随意开除天美娱乐的员工 这个员工还是林燃的堂哥 我叫林萧 是林燃的堂哥 我可以作证 林燃 就是上官运保养的小白脸 当自我爷爷受伤的时候 林燃 还带着回国家 而且上官运还说过 林燃就是她的男朋友 没想到上官运竟然是这种人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样 像这种表面白莲花 背地蛇蝎心肠的女人 我见多了 不奇怪 林燃 我看你这次怎么做 林燃 你这个臭吊丝 这次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我上次带上官运回去 我承认 运气 既然是真 我之前答应过你的 我不想做一个实验的人 我承认 林燃她的确是我的男朋友 但是 她不是我包养的小白脸 我们两个 你是父母的 不是包养的小白脸 那林燃上次拿的超级黑卡 是哪来的 要知道 这超级黑卡至少要有存款三千元才能办 就算是上官小姐你也犯不了 所以我推断一定是你挪用了公款来包养林燃 什么 超级黑卡 这不是金星银行存款三千元以上才会有的超级黑卡吗 想不到上官运这样的公众人物 竟然会做出这么道德败坏的事情 你这是血口分人 这银行卡是我自己的 是你自己的 林燃你就是一个臭跑龙套的 要知道 这超级黑卡可要损款三千元 你跑一辈子龙套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吧 我的钱怎么来的 你没有权利知道 我看你是不敢说吧 我没有挪用公司资金 而且我可以承认 这钱是林燃自己的 还有 在你泼脏水之前 你是不是可以搞清楚 林燃她就是天里遗留的董事长 她需要你用资金吗 董事长 你没搞错吧 我和她在一起这么久 我怎么不知道呀 林燃就是一个 连彩礼都拿不出来的群屌丝 为了维护这个小白脸 你还真是口不责言呐 她如果天滅几个狗 我再次给她跪下来磕头 那你今天这个头是磕定了 那今天这个头你是磕定了 你有哪来的臭啥片 你敢在这多个闲事 最后我放干净 相信各位记者朋友的线目 我叫刘东 是天美集团的董事之一 林燃先生确实是天美集团的董事长 这个就是他的补决证明 不可能 林燃就是一个穷角色 他不可能这么有钱 刚才某人可是说过 我要是天美娱乐的董事长 就跪下来给我分头道歉 竟然 你别去人太甚 就算你是天美集团的董事长 老子不怕你 是吧 王导真以为我就没办法试你 好啊 我倒看看 把我怎么样 王导 听说你在地下 经营着一些见不得人的交易 利用你老眼的身子 又管那些你愿意 去凭你那些活生 王导 我说的对不对 林燃你血空喷人 王导 你别那么激动 看来某些事 王导还真是不记忆 我再给你点提示 比如 好听会死 林燃 你少在这儿炸 这些事情我压根就没做 你再这样污蔑我 小心律师函告 王导 他真是不见刚才不落位 既然这样 我就让你死了 林总 都什么 林总是 这些照片 都是在浩天会所拍摄的 玩的真话 这么高难度都动作都能解锁 看来进去踩个封人机 也不在话下了 他怎么是这样的人 他是这样的人 这也是个完蛋了 我不是那个女明星吗 你们不可能找到后店会所 证据都摆在眼前了 我脑难道还不成功 别白费利息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难道会没有备份吗 林总 我错了林总 你们大臣不知晓人工 再给我一次机会 林总 现在一气都晚 你还是省点利息啊 想一想 待会怎么跟记者解释 还有你何兵 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理性 曾经我看见我们的感情 没跟你记性 但现在你竟然变本加厉 甚至和王后一起又给你来 林然 我再也不当明星了 我们回到天前吧 我回去跟你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曾经我是想好好过日子 但现在啊 你不配好好待着 等警察来吧 王达 王达我们怎么办呢王达 怎么办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臭婊子 我也不会留在林脑 我也不会留到今天这个地方 老子弄死你 把这个人拿我带走 如少上官小姐 在上午的新闻发布柜上承认了他的练习 那个男的好像叫林人 什么 给我好好查查这个叫林 还给我订最早的机票 我要回落酒 可是不少我们项目的合同还没有签 你再教我喝手 嗯 还不快滚 林 刚喝我抢你 那就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 哎哎 快喝啊 哎哎 干什么你了 干什么 你消天天不还去吧 啊你倒上了贵宫 你要是女小小 不是 都长的人 哎 我一定换钱的个 再换钱 我他妈都换了你 今天再不换钱 你的手 就朝别样了 对吧 你们这些 对吧 哎不要开我生 不要开我生 别开我生 他还在等他 钱钱不还 可 你们是什么人 怎么在我这里啊 妈你 就是这小是吗 你儿子欠我们两块钱 今天要不换谁 这手 妈妈你快救救我 我不想被开手吗 我儿子 这钱我们还 啊 妈妈妈妈 可是 我们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钱呢 你怎么玩我 给我走 哎哎哎哎哎哎 大根不少 我们没有钱 但是我妹妹有钱 对对 丽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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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 她是我堂弟 她是监美娱乐公司的 董董事长 她女朋友还是山光月 她有钱 我可以让她拧还钱大哥 那你还找啥呢 需要啊 对啊 运气 大恩 小姐 自从你恋情曝光之后 你的粉丝掉了两百万 现在还在持续增加 运气我们去澄清一下吧 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不自由这段 运气可是 啊 啊 呃 我 让人说到这 我们还是出去诊论一下吧 不能因为我 所害的原因 你 你让我问你问题 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人很好 你长得漂亮 性格也好 哪个男的要是娶了你 那修来八倍的夫妻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要成心呢 今天中午我说的话 并不是一时冲动 你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 反正明星的生活我也过个 当个普通人 云儿你放心 我一定 思维的合格 我相信你 妈怎么了 啊 我马上回去 怎么了 没什么大事 就是我大部分我和你一样 但我想我得回去 那我和你一起去 你现在非议理念 等我把事情罢了 我就开始 阿 一趟 哎呀 小燃回来了 妹妹啊 我就说嘛 小燃以后啊 一定也有出现 这不搭上大公司的东西攒呢 哎呀 小燃呢 你大伯母说的 是真的吗 妈 是真的 你儿子我出息了 以后啊 你就相信父就好了 哎呦 我就相信我儿子 一定会出息的 哈哈哈哈 你们来看什么 哎呀 这不是来看望你们吗 讲诚心 哎呀 小燃说话呀 就这样 他他伯母啊 你们别介意啊 没事没事 小燃呢 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我就说嘛 以后啊 一定有出息 大伯母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也没啥事 就是啊 你堂哥呢 要结婚了 女方呢 说要买一套房子 我们呢 手头还差点钱 啊 能记多少啊 两块钱 就差两块钱 我 别听他瞎说 我们差五块钱 五块 那我们家 也没有那么多钱呢 这你就说笑话呢 你们家小燃 找了个大明星的媳妇 小燃呢 又是董事长 连五块钱都没有 这钱我是哪个手 可就算再有钱 那也是我自己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嗯 我是 林安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可是你堂哥 咱们都一家人 你有钱了 不能不好意思说一家 上次发布会的时候 还没找你算账 小燃 你这就不对了 你堂哥的终身大事 你掏点钱怎么了 小燃 小燃 也有 钱我可以给你 但只能算借给你 利息 就按银行的算就行 林安 老娘好声好气的跟你说话 是给你脸不要脸的吧 还说一家人 借我们钱还要利息 你女朋友那么有钱 这钱对于你们来说 不止九牛一毛吗 给我们家仙儿娶媳妇 怎么了 你们母子俩 真是不知廉耻 你王吹芳 你看你养的好儿子 都是一家人 还算得那么清楚 林香是你堂哥 给点钱不是应该的吗 我告诉你 今天这钱给也得给 不给也得给 保泽 我们娘俩就赖得到破爪了 对这钱我是不会给你 你爱带多久带多久 妈 我走 妈 妈 好你个灵人 一个狗东西你个白眼狼 猪口不如的刀子线 哎呀 小燃啊能帮就帮帮他们了 那毕竟是你堂哥的终身大事 啊 堂哥 你说你要结婚了 那你的结婚对象总得让我介绍 我对象他他妈 小燃的对象了 现在比较忙 你先把钱给我们 等他不忙了 我们再帮忙 你先把人带过来给你看 对 你对象 是天美娱乐的经理呢 我这就打电话 放他假日再过来 别别别别别别 唐妮 别打了 我要钱不是为了结婚 哦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 为了 嗯 林乔 看来你现在还不打开心 实话呢 jewel shell зай 我我在外边多欠了钱 不是他玩个上吧 他都要做我手 是啊 你cera 他可是你个堂哥呀 你去救救他吧 你那么有钱 对于你来说也不算什么样 找他钱那么 stewardship 학で Speaking 小 representa 小队 他欠钱不还 这是灵霄自己欠你们的钱 你找到药 你们是一家人 我不管这钱谁来还 今天我要是见不着钱 就别怪我这帮兄弟们心情不好 你这家人 大哥说的对 你们是一家人 这钱就该你来还 赶紧还钱 否则就对你不客气了 看来今天不给你们钱的话 你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知道就好 行 说吧 多少钱我呢 是提前的 只要你 只能画个好多 但是呢 待会我要见不着钱 我能让你们知道这套 什么叫 生不无死 说 多少钱 两块钱 五五块 你一销起来随身 随身带这么多钱 这些够还的吗 够够 当然够了 要钱呢 多少钱 你虽然欠我们两块钱 但是你拖了这么久 算上利息 再加上我们兄弟这些新主辈 收你这么点钱 那不是一所当然的吗 不是 这可是五块钱 你再怎么多收 也不能收五块啊 再逼逼我把你手剁了吗 这钱已经给你了 不过你得答应我的要求 好啊没问题 你你给钱这么痛快 干什么都李总当长这是 我要你继续催林肖还钱 直到他还钱 哦哦 林仁 你怎么说话呢 林肖可是你的亲唐哥哎 你怎么心那么狠呢 我这是让唐哥走到镇头 关于他带随做自贩 哦哦哦没问题 没问题了是吧 让你的人带上朋友来给我 嚣张什么呀 哎 林老师 这是我的名秀 以后有事你随便招呼 把他们两个带走 妈妈妈 爹 不要再招我儿子 妈 是孕儿这孩子 找了男朋友 连我这当夫妻也都不告诉 这是越来越不懂事啊 才闹出这么大的事 早就跟你说 别让孕儿 或者什么孕儿去 你现在弄得人尽皆知 吴家的吴勇对婴儿 有想法 咱们 上官家 就在面临危机 如果吴家再出手 咱们上官家 就完了 吴家吴少了 真的是吴少来了吗 走 跟我们一块去迎接 吴少大家光临 这是我上官家 彭壁深灰呀 上官家主 我就开门见山了 孕儿 我是为了孕儿小姐而来 只要上官家 答应把孕儿炸了 我们吴家 一定竭尽着全力 帮上官家 动过这次的机器 不少了 可是 孕儿 她是心有所属的 你们说的是那个 叫林燕的骗子 骗子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个林燕 就是个骗子 不知从哪弄来了一笔 来意不明的评计 你骗了一件事 什么 我已经向世界经济相反会 举网了 相信他们已经在来的路 现在当务之急 是把月儿带来 不能让他继续受骗 谢谢我少的提醒 我一定要把这个不孝之语带 我这就去 哎林燕 哎 你给我买那么多衣服干嘛 我也穿不下 一切没控制住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先去个洗手间啊 啊 爸 你怎么在这 我又是不来 你被人卖了 你就知道 老婆别生气 孕儿啊心地善良 被一些花言小语的人哄骗 很正常 放心以后啊由我保护他 你怎么也在这 吴少要是不告诉我你被骗了 我还蒙在鼓里 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家 我不会 我还要在 你还跟我提那个混蛋 一个穷屌丝 敢欺骗我上官熊的你 等我逮着他 我一定好好的教育 进去的不可 不是 爸 你误会李燕了 他不是那样的人 月儿 你被那个骗子的花言巧语给骗了 我调查过了 他三年之前就是一个跑龙套的臭屌丝 不可能 雷燕他很有钱的 他都拿了一千块投了我们公司呢 月儿 你不会真以为那是他自己的钱吧 那是他非法可得 世界基金委员会已经盯上他 估计现在啊已经被带走了 什么 哎 你们谁啊干嘛 Excuse me Are you Mr. Lin 我是 你们是谁 hello sir we are from world economic super-racial committee we have received record that you have a large amount of phone from unknown source which may cause world economic turbulence please come with us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先生您好 我们是世界经济监管会的 我们接到举报 您有一大笔资金来历不明 因此我们需要何时调查 还请您如实交代 这笔资金从何而来 这些钱都是我自己的 每一笔都有记录 而且基金银行的王行长 可以为我做 先生 我们会调查您的银行账户 以及资金流水 在此之前 还需您好好配合 那请您快点 还有人等 您放心 我们将会以最快的速度查明 这是林先生所有的银行名气 以及错呢 我来听说 哦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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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份的秘密的秘密 都会有了 是法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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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no problem with your source of funds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Please forgive our offense 那现在我可以走了 Mr. Lin Your current network has surpassed the richest money in the world And any consumption behavior may trigger a world economic crisis For safety reason The supervisor will specially equate the world with secretary to take care of your Me Lin先生你好 您叫我白琴就可以了 以后就是您的专属秘书 有任何需要都可以交给我来处理 In addition to paying your secretary Ms. Bai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your personal safety protection 什么 她保护我 Mr. Lin Don't underestimate Ms. Bai Every secretary here is secret again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playing 501 林先生这是世界通用的资孙卡 有了这张卡 全世界的银行都可以取款 这可是个好东西 那我现在可以回去了 岳阳还在身上等我 林先生我送你 岳 你别再有不理取款 赶紧给我回家 我不回 我要再走 岳阳 你就听 我说的吧 林阳已经代表了 就算他出来一无所有废不上 那又怎样 我喜欢的是林阳这个人 跟他有没有钱根本就没有关系 就算他一分钱没有我也喜欢他 胡闹 你跟一个骗子在一起 那外面的人怎么靠我们上官家 你现在的最好的归宿 就是嫁给吴绍 可是我不喜欢吴绍啊 岳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 小赵爸陪你装好人 你祸害了多少姑娘我爸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放肆 老婆说话 岳 从哪方面说 吴绍都是你未来孤序的 上上之血 爸爸也是为你好 有多少姑娘想嫁给林绍 都没有这个机会 可我不想啊 我觉得林阳比他好一万倍 我会比不上那个臭酒丝 你死了这条心啊 我是不会再给你 以前不会 现在不会 以后更不会 哎呀 林阳来人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你别说了我不会跟你说 好吧 你别怪父亲的心狠了 来人把小姐绑回家 爸哎 丢住手 林二他们说你被带走了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们敢敢在光天框上去抢华人 他有没有往法 你就是欺骗我女儿的那个 龙大 啊 你是 怨爱的父亲 啊伯父好 住口 伯父也是你能叫的 林阳 你不是被检查会给带走 怎么还能逃出来 谁说我跑出来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偷跑出来的 我劝你 尽快去自私 我哥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 谁说我偷跑出来 白明叔 白明叔 你来和他说 经过我们监管局核查 林先生的资产来源完全合法 不可能 他就是一个跑龙套的臭屌子 他有什么钱 我们监管局的调查结果 也是你质疑的 你 你什么你啊 哎 没看到我们家人在聊天吗 没点眼力见 他不快滚 爸 你看啊 林阳他不是骗了你 答应我吗 呃 林 林 林阳 我问你 你真的 能给我女儿投资一千块钱 伯父 别说一千块钱 只要是应该的话 让我几个钱 哎 好好 有气不 看来我女儿 已经找到了好的屁肃了 伯父 你别被他欺骗了 只有我才能配他上运啊 你说啊 我女儿已经心有所属了 连姻的事 以后在意吧 看 就不必在意了吧 大哥 大哥 你怎么来了 上官家主 我希望你们上官家最好 你给我一个交的 胡哨 您先息怒 侄女儿不懂事 我一定好好劝劝她 大伯 你不用再抢了 我这辈子只在离人一个人 父母之命 没硕着 由不得你 上官家的女儿 你嫁个性 要给家主带来最大利益 嫁个性 嫁个性 便宜了 您让她不是废物 而且 上官家的女儿 我这段嫁过去 你不会幸福 是啊 大哥 孕儿怎么说也是你的亲侄儿 我觉得应该尊重她自己的想法 我们上官家主 也要面子 嫁个这么个穷吊死人 怪人 你干嘛看我了 上官家主 你怎么就知道 我配不上上官家主 好啊 既然这样 明天上官家主 举办融资大会 只要谁能拿出足够的钱 总之 我就同一愿 嫁给你 上官家主这个提议 废物 敢不敢比拒一下 也不懂 你别答应他 吴家可是落成手术 放心吧 区区一个落成手术 他不放在里面 好了 为了公平体验 月儿 先给你爸爸回去 月儿 放心 你先回去 我明天一定关闻正道的成绩 好吧 相信你 是 各位 今日是我上官家举办的融资大会 欢迎落成各位青年才俊赏 上官家主 真是太客气了 是啊 上官家主举办的融资大会 即便推了其他事情 也一定要过来破崩场子 如今 如今我上官家风雨飘摇 今日之宴 只为两件事 第一 对外 募集资金 请各位 向我上官家 助资 第二 为我十女 招训 招训 谁 为我上官家 助资最多 我就将月儿 去拍给他 哎 这也太漂亮了 没想到上官家女儿还是个大明星 这要是取得手 我都够吧一辈子了 这么说话你不要命了 这上官月 是无家无少行中的人 谁敢和他讲啊 但是我可听说这个无少 可是他风雨着 只是可惜这个事 小顺凌然 愿为上官家助资 你啊 你终于我 我答应了你 就一定 小子 没想到 你还真敢来 我为什么不敢 约然的父亲已经同意了我们 我 我才是这个家的家主 所以我今天更要光明震大 将月儿代 吴家吴勇到 吴家吴勇到 是落成第一首富的吴家 这回还有好一个 听说这无少是个心狠熟辣者 这年轻人怕是要怎么啦 上官家主我来晚了吗 不晚不晚 不晚 吴少能来就好 今日我吴勇前来上官家求西 迎娶上官运小姐 并且带来了一些聘用 为上官家助资 你 这里是三千块 也是我吴家迎娶上官运的诚意 有了这三千块 上官家不仅能度过这次危机 还能再上一层楼 那竟然是三千元 真是大手笔 这么多钱 这整个落成怕是只有吴家能拿出手啊 这月儿 就是嫁给吴少 那是他的福气 大伯 我是不会嫁给他吧 月儿 这才是上官家的家序 想林燃这穷掉一五十六 上官家不能这样 像林燃这种废物活生的身躯不如 不仅想着如何填饱兔 还要想 怎样才能圆上自己吹的牛皮 我去你之后嘴巴不干净 口气还真大 你今天不也是来上官家求亲呢 你也给大家看看你代表屁股 我看你怎么和我吴家 林燃 他一个炮龙套的情调师 他的东西就不必看了 是他丢了上官家的脸 大哥 黎燃怎么说也给孕儿的公司 总资了一千块钱 说不定 他能给咱们带些惊喜呀 头一千又怎么样 我看他也是到了极限了 今天就要他看看 大家族的差别 上官家族 既然是公平平常 也给这个林肺务 一个展示的机会 好 这就是我的诚意 这是 这就是你的诚意 拿着破卡当聘礼 即将取走月儿 你这是瞧不起月儿 更是瞧不起我们上官家的 上官家族 别误会 这是监管会白秘书给我的至尊黑卡 可以在全球同意 我不知道你们上官家需要多少资金 所以只能带着卡 至尊卡 哪个银行的呀 我们怎么都没听过呀 啊哈哈 真是笑死人了 就这样的鬼话 你信吗 小子 你脑袋是不是被门夹了 这种谎话也能说得出来 月儿 这就是你看上的男人 你要是嫁来的 就会怕上官家族的脸都丢尽了 那呀 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 可是这 月儿 你放心 这根卡确实会真的 这要是真的这种卡 也应该在吴家手里 也会在你的情调司手里 假货始终是假 早晚有被揭穿的意思 这种破卡 我们无解都没见了 你不会是拿哪个喜小城的卡 过来赖鱼充术的吗 哈哈哈哈 你们没见过 是因为你们还不住 你还真能住 你要真的这么有钱 也和我一样 拿出三千块作为聘礼呀 三千块很多吗 不多你倒是拿出来 这次可别再造假 伪造假币可是要进去 喂 白秘书 帮我筹集一万元资金 送到商官家里 哈哈 真是可笑至极呀 小子 你知道一万有多少 就算是华夏最大的金星银行总行 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拿出一万的钱 大眼不差 满嘴空话 竟来消遣我上过家 李长安 玩笑可不能随便开 一会你又真拿不出来 丢脸的 只会是你自己呀 伯父 放心吧 区区一万块我不是拿得起 瞎子 你非要找死 那我就乘去 一会要是拿不出这一万块 你就给在场的所有 舔鞋 哎小子 一会可要好好说说口吧 可别弄脏了我这鞋呀 啊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 要是拿得出 你要是能拿得出这一万块 我给你舔鞋 那你今天的鞋是铁定 那你今天的鞋是铁定 世界经济监管会的白蜜 林先生这是您需要的一万元资金 请林先生查说 哎呀 竟然是捐这一万块钱 我这辈子都没钱过什么钱 哎呀我又晕了快扶我扶我扶我 我操你比我晕得还不 哎呀 这些 够不够当做我取院的 送去 够了 够了 这愿快都是变离 哈哈哈哈 我上官家 这回发达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又是一个跑楼套的臭酒司 他哪来这么多钱 这一种都是钱 我监管会带来的钱不可能是假的 难道你在质疑我们监管会吗 是真的 是真的就好 是真的就好 乌勇 吴大师 这钱力已经进了 鞋 鞋挺左脚 还是右脚 不就是一万块呢 销商是 我们无间又不是拿不出来 想让我给你铁鞋 不可能 不可能 上官家主 你也看到了这种人就是言而无信 你放心把冤儿交给他们 我放心 我一定 开你 上官家主 你确定要给我们无间货对吗 你别耳其 一万块钱比起来 双个屁 还不快滚 敏然 才是我们上官家的女婿 敏然 我们等着瞧 走 敏然 你已经是我们上官家的女婿了 你看这注资的事 注资的事是没有问题 不过你得答应我这些要求 行 别说一件 九十一百件 我会答应你 注资当然可 不过这钱 得放在月儿的地方下 而且如果你们想动用这笔钱的话 必须经过月儿的同意 如果上官家主能满足我这些要求 现在就会结束 行 我举双手战场 哎呀我不行我管理不了 放心吧月儿 你都应该我当不了明星了 这些就算就对了你一场 没秘书接下来的事交给你了 喂 什么 好 我现在就去 怎么了 月儿 我妈是明珠院了 我得赶紧去藏医院 我和你一起去 你还要亲戚和你 你自己去就去 你自己去 林燃的母亲突发心脏病晕倒了 送到了吴家的医院 你是说 林燃的母亲生病 出到了吴家医院 这是医院的人 哈哈哈哈 真是天主我也 马上被车去医院 我让他刺 和我吴家作对的笑子 是的 我 医生 我妈的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病人情况不是很好啊 需要尽快手术 赶快收钱去交费吧 我有钱 我这就去交钱医生一定要救救我妈 哎呦哎呦我是老幺哎呦 老幺那你没事吧哎对不起 哎现在这小伙子怎么走路不看路的吗 哎哎哎我这老幺啊 老爷子 您不至于吧 您不会是和人的吧 我堂堂新外科专家 我怎么可能和人呢 哎呦不好意思老爷子 我还有急事 哎 你这小伙子中文人怎么就能走呢 啊这样 老爷子 不好意思啊 这点钱你先拿着 我还要跟我妈交交交手术费 我叫凌然在 三二零病房 你要是有身体不适的 我你随时来找我 我还着急我先走了 哦 我的天啊 这么多钱 我这些花了吧 三二零病房 那不是我独地心外科的病房 我得通知你 这可是医院的贵客 你不得帮我 他也把他们的管给我拿了 我还把这个管给你 睡在过ől 你别放了 你不得帮你 谁让你儿子 這是臨人啊 得罪了吳少就是這個下場啊 丟住手 又來的還挺質疑 再本一步就進不到 王八蛋你 敢打我 我二叔是這家醫院的認識 整個洛城的醫療器械都是我無界的成功 你敢打我 整個洛城的醫家醫院給你媽動手 哎 這才對嗎 哼 你到底想怎樣 我不想幹什麼 在上官家你讓我喊沒有用 我也不為難你 我只想拿回屬於火的東西 你想要是 把上官院約 把這個 給我送到酒店了 只要你答應 我立刻讓人安排給你媽送手術 你真是個愁人 哈哈哈 靈然 你不是很牛很有錢嗎 嗯 一邊是你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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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吧 哈哈哈 你是看著你媽死 還是把你朋友送過來給我媽 拖得越久 你媽生活的可能性就越寫 哈哈哈 哈哈哈 打電話 還是看著你媽死 選吧 媽 媽 媽 怎麼樣了 媽 媽 媽 怎麼樣了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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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行了 回來了 聽媽的 不能答應她 兒子 兒子 媽媽的日子 要不多了 不會的 兒子 媽走後啊 你要照顧好自己 我喜歡女兒真兒媳婦 你要我要好好對她 好好過日子 媽媽 你瞎出什麼呢 你一定會好的啊 媽媽 媽 沒事吧 啊 快 休息一下吧 哈哈 真是猛死情深啊 靈然 留給你的時間不多呢 選一個吧 選吧 你 厚 啊 真是給你料理 現在我改變足矣 我不但又睡不上去 我还要让你看见你妈死 因为你妈送不了手势 都是因为你 害死了你妈 谁说做不了手术的 害死了你妈 谁说做不了手术的 你放开 我觉得 哪来的狗东西敢多管谁死 不知道这家医院姓吴吗 信不信我一句话 让你脱了身上这层皮 你们吴家人 现在就这么无法无天了 别说你是个毛头小子 就是你爸来了 也不敢这么厚 你一个糟了头子 敢羞辱我吴家 小友你给我闭嘴 霍教授可是 梅奥诊所的专家 赶紧给他道歉 梅奥诊 是世界第一院里没有争取 霍教授 对不起 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没有用注意 用大人有大量 饶我一下 你和你爹相比啊 差远了 霍教授 大家光临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啊 你怎么不提前知会一声 好让我给你接风起沉呢 我提前告诉你们一声 还能看到你们这么 肆意妄为的嘴脸吗 医院就是被你们这群人搞得乌烟障计的 霍教授 等我调查清楚 会给您一个很易的交代 交代 我要什么交代 我要的交代 就是你们给这位小友和他的母亲一个道歉 什么 你让我给云然这个废物道歉 不可能 我叫你 你让我给云然这个废物道歉 不可能 吴院长 看来你们吴家人是不想给这个道歉 小友 跟这位林先生道歉 先道歉 姓祸的咱们现在惹不起 如果不道歉 咱们吴家损失可就大了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姓祸的现在也不敢跟咱们撕破脸皮 你上去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啊 去 林安 对不起 你还要和我妈道歉 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我可是吴家大盛 我不可能给一个骚老婆子道歉 既然这样 吴勇 我会让你今天锁锁锁锁 我 你不过就是一个有钱点的爆发户 在路上 我们无解还是贴 有些事不是用钱 而是用钱 别 吴院长准备抢救室 给林姆做手术 好 我这就去办 我什么时候 他都说好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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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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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吴家 今天他们对我妈做出那样的事情 你一定要将他们连根拔起 吴家 今天他们对我妈做出那样的事情 我一定要将他们连根拔起 我当初和你有一样的想法 但是经过调查 吴家家大业大跟谁的低谷 整个洛城的医院的医疗器械 都是他们吴家体力 一旦吴家倒塌了 在洛城 医疗系统就会瘫痪 到时候就会产生 得了病无地可疑的后果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采购新的医疗信息 或者组建新的医疗系统 说得容易 这需要很多资金呢 资金不是问题 他们不是觉得我是爆发户 那我就让他们知道 世界首富的爆发户 能不能除掉它 哈哈哈哈 世界首富 你要是真是世界首富啊 还真没准能灭掉吴家 林首富 您叫我过来什么事 你是世界经济管理会的白情 你刚才又到什么 林首富啊 林首富 真是世界首富 林先生是我们世界经济监管会 今年高评定的手机 哈哈哈哈 吴家这次真的踢到铁板上了 霍教授 我们可以用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医疗信息 向洛城大大小小的医院 一共帮助 这样的话 你会赔很多钱的 钱不是问题 只要能高负人家 而且只有用远低于市场价格 洛城大大小小的医院 才会和吴家斯佛领袭 采用新的医疗器系 毕竟着力 才是每一个商人的天性 既然这样 我愿意赔上这张老脸 帮你去各大医院 当一回说客 相信你还有不少院长 愿意卖给我这个人情啊 这小子就多谢货了 没有什么好谢的 我这老头子早就看吴家不爽 要是这次成功了 咱家俩喝酒去 得到时候一定和货武 不罪不归 好 白行 在股市场书会 入市场书会 不惜一切再见 好的林先生 我这儿就去办 等一下 收购完之后 告诉我家 我将以无视集团新董事的身体 招开个登场 我一定要弄esa 爸 是吧 這次 我一定讓吳榮跟你道歉 我無限送橫落成這麼短 第一次讓你在我頭上拉屎 小友啊 姓霍的有個女兒在醫院 你爸爸還活的時候 他剛年調查過咱們吳家醫院 手裡邊找了一些證據 所以不能跟他起衝 但是我聽說 他也快要掉走了 到時候再報紙也不晚了 那我就讓姓霍的再蹦得一段時間 小友 你爸把這麼大的家業交給你 你做事一定要三思而控制 我知道了二叔 但是 雷然這個廢話 我一定交得抽筋八股 那是呢 咱們吳家也不是什麼阿貓阿狗都能得罪 得罪了咱們吳家 他也丟不到好果子吃 胡說不好了 胡說不好了 我是不是告訴你 在我談事的時候不要進來 你是一點事情都沒有 都需要 確實有非常緊急的事情 你最好跟我說個行 放棄就去給我費高了 咱們集團在外面十五點三個 全部都被一個做淋染的人給賣錢 你們是幹什麼事的 讓他買了這麼多 他也告訴市場價值兩倍的價格購買 而且 他要求不是極端張開董事會 他手裡所擁有的股權 我們沒辦法去 雲人 這就是對我們吳家的反擊嗎 區區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還不足以動搖我們吳家的根基 你去 答應他的請求 召開董事會 一會兒小勇我跟你一起去 我都要看看 就他一個人能掀出什麼樣的浪花 雲人沒想到你還真敢 有什麼不敢 怎麼著 難不成你這裏是龍潭還是虎穴 而且我作為吳家的董事 我自然要親自己 以防 吳家有什麼貪貌的心事 那你今天可要看清楚 行嗎 你哪個部門呢 你滾出去 你好大的膽子 這是你該做的地方嗎 各位 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雲人 是你們集團的新董 這次的會議也是我做的 啊 啊 啊 我准來了 不用 我坐在這裡你沒意見 今天就讓我 滾 我給他 說吧雷人 你今天交開這個董事會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我們再說了哪個沒有藥物產生 你要今天說不出原因來 別管我們對你不客氣 今天召開這個會議呢 自然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以董事的身份 要求罷了 不用董事的 啊 哈哈 不用 雲人 你未免也太不把我們如今放在你的 是 我身為董事 行使我的權利 就不合理 你只不過擁有我們無家百分之十五 就忘記把你和我的董事成支配 哈哈 開始做弄 如果你 如果你只有這點手段的話 那我勸你 還是乖乖的把補份給我們交出來 不然 到時候會死得很難看到 哎別著急呀 我自然是給你們準備了更多的驚喜 接下來 來 必須看 希望你以為 能及時算 不好 老董 洛城定義醫院 把咱們的醫療器械 全部退回來了 什麼 他們說什麼原因了嗎 他們說 有人提供了比無家更便宜的醫療器械 更便宜的醫療器梨然 這一定是你搞的鬼 不過 一個區區第一醫院的退單 對我們無間造不成威脅 吳董 別著急 讓你自然在家 不好了吳董 洛城第二醫院也把咱們公司的醫療器械全退回來了 洛城第三醫院 洛城第四醫院 他們都進行了退單 將我們公司的醫療器械退回的醫院還在增加 現在已經十五家了 不 二十家了 醫院低於市場價格提供給醫院醫療器械 至少需要一萬 林然 你不是把錢都投給上關鍵 你到底有多少錢 你到底有多少錢 吳瑶 我的上限 可不成萬 吳董 目前為止 洛城的所有醫院 都將我們公司的醫療器械進行準備 倍增加 你們都是剛剛的財產 姐,禽治 她就這樣 那家是從八月來的 你買的 我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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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的 你買的 意外了 我買的 我買的 你買的 這不如把這股份賣了吧 現在賣呢可能拿小賺一筆 否則消息一傳出 無稽集團那可能叫大爹啊 是啊 是啊 領導我們重新把小東的股份賣掉 好 既然如此 除了吳家 其他人立刻從眼前消失 否則就是和我零來作對 好好來 行行行 你你們 我現在手裡的股份應該是比你多了吧 可以罷免你總結什麼職位了嗎 哎這以後無視集團 可以改姓林了吧 林少林少 之前我們吳家別坐著你 請你這次放我們一馬 以後我們吳家為你馬屬施斬呢 放我們吳家一馬 也不是不可以 你這次放我們一馬 但是我要吳勇立刻下跪磕頭向我媽道歉 這樣 我或許可以考慮一下哎哎不可 不可能像這個廢物貴心 二叔 不就是公司沒了吧 大不了東山再起 讓你跪你就跪 哪那麼多廢話 啊 好點沒有 我好多了 我好多了 都說我不好 還在你嘗試 哎呀 乖孩子 還不趕緊進來 嗯 小友 還不下跪給李阿姨道歉 先保住公司 危機過去了 一切還不都是你說了算 你還不下跪給李阿姨道歉 你還不下跪給李阿姨道歉 他父母 而已 他父母 你幹老手 別衣服 我不要 我們無界照樣可以過得鬆鬆死一劫 我勸你現在好好想想 你這有沒有 趕緊跟我們 哎呀 這是你逼我 居然這個狗東西我已經講的超級馬國 還是第一次有人這麼對待我們吳家 看來我們吳家這麼些年 是太沉寂了 寧願把我無界逼到這層地 那就別怪我心恨小罵了 你說 不會 第一個 Ooo 喂 林先生付好了 我們的人看到上官運小姐被人帶走了 什麼 查到去哪兒了嗎 我們的人跟到郊外以後就不見了 不過我查了一下床的位置 那有一個遺溜下寧的防空洞 位置發給我 我馬上過去 我去睡一會兒 我去說一點事 你好好休息 沒事我再說 別擔心 師父到九層郊外的防空洞 師父能不能快一點 我 喂 月兒你怎麼了 你好啊 林月兒 吾有是你 我是感覺月兒怎麼樣我就 哎呦悲喜 上官月現在在我手中 要他活命的話 就簽了我們無視股權主任的協議 然後我就告訴你上官月的位置 你 時間有限 你拖得越久 你的上官月就越危險 師父快點 從小到大都是我無有欺負 還沒有人敢招惹 你有今天 都是你自己做的 當時你要嫁 我服勇能有今天嗎 既然林元招惹 那你 誰都別想好過 你是不是很害怕 你越害怕 我就越興奮 臭 幹毒啊 啊 媽 敢咬我 信不信我現在傷 你就算殺了我 人家也不會把我股份給你 你等著做喇叭 你能把我股份給你 都想為被我股份 信不去我把你都堵 像你這種美人 堕碎我太可惜了 不如 讓我想想 我告訴你 你不要亂 你要是還拿的話就抱緊 你看看這周圍 你有這機會 林燃這個廢物 乖乖的從來 那你別跑 又壞我 不要 拿開你的掃蝦 林燃 廢話 你是怎麼找到這個 沒事吧 林燃 既然你來了 那就將你的一王大敬 去皮 你以為我來之前真的有幾代嗎 你以为我来之前真没有准备吗 你以为我来之前真没有准备吗 啊 你啊 别的喜欢你 云云我这些人都是从冰冰出生 我看你今天怎么逃 可我让我看出来 老子这辈子不知道打了多少 林哥好了 你们往后边歇 我活动活动辛苦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人狠话不多 社会你龙哥 说的吧 给他们上试课上 这是足赖 呀哎 怎么这么好了 干吵喜我 小小年纪不学好 你狗狗喜你呢 废物你一群废物 老子他们养了你们这么久 连几个小混味都打不过 林燃没有本事当真啊 我给你钱 一会起上就知道 有本事了 你会起上来 你会起上来 放开我 放开我 女儿 别碰我 我不会再让你说到伤害 你还是先养好伤再说啊 好 等我养好伤 我就去你家提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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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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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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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当然下好 既然如此 我将取你一件新的植物做交换如何呀 什么新的主 当然是你自爱 好了你 回去吧 那我被害羞 看来刚才只是做梦 糟了九点了 我还要去孕儿家提亲呢 你也是一个好日子 哎妈你看我这一身咋办 这温度这么高 咱们成这样干啥去 哎妈我不是说好了 你去提亲的吧 提亲 提什么亲呢 你啥时候出女朋友啊 都不离回来给我看看去啊 啊妈你一定是胡说了 那我女朋友跟上官运大明星啊 之前你生日的时候 不还见过我带他来过呀 哎呀是我糊涂了还是你糊涂了 你爷过生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去啊 什么上官运大明星呢 我根本就没见过 还什么上官运大明星呢 我根本就没见过 啊 不对 妈一定是你联合上官运 联合起来骗我的 哎呀 不是 这怎么一发烧啊 这大早上怎么说胡话呢 这狠子 好 既然说死 我将能娶你一件新的 食物不交换人就回来啊 什么现在这 不可能 你们一定是在拼我对不对 哈哈哈 说音不可能消失的 我得去找他 哎呀 这孩子是不是抹上了 看来呀 真的给他找女朋友 要不然这样下去 真得意想出了一个女朋友啊 你哥 伯父你好 月儿在家吗 小猴子 你是谁啊 你找谁啊 伯父你好 我来找你女儿 上官运 我女儿 我没有女儿啊 你是不是被骗了 现在的骗子 也太猖狂了 伯父 您别开玩笑了 您有女儿 她还是个大明星 我是她男朋友 林兰 大大明星 我有女儿 我能不知道啊 赶紧走 伯父 你真有女儿的 不过 他可能消失了 你 你是从哪跑出来的精神病吗你啊 你再不走 我就给精神病院打电话了啊 赶紧走走走 伯父 真的 伯父 伯父 前辈 前辈 我不用我要贬值了 我要月儿回来 要你已经完成 你如何返回 前辈 我求求你了 只要月儿回来 我什么都愿意做 前面 你帮帮我 你帮帮我 小伙伯 没有了贬值 你就会再次回到那个任人七零的时候 你现在靠贬值 拥有的一切 我也都没收尾 明明可以衣食无忧的活一辈子 你确定 有法律 我确定 我只要孕儿 我只要孕儿回来 我只要孕儿回来 有了贬值 你可以找到更多的女孩 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再多的女孩 也不及她的万分之一 哇 看在你是所有经历贬值之后唯一一个放弃的 我 我 只要一直说 就是这道具 当你点一下 不同意 如果我们有些人 我只要打算 如果你不论 能否认入 照顾 你 甚至 我还没有 帮我 你 that 当然真的 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住在天美娱乐所 他跟我说 这次上官运光订了婚 就已经花了上千了 这个叫凌然的真业红戒 娶了一个漂亮又有钱的老婆 两位 你们刚才说 上官运和凌然结婚的事情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